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柯工区的工作机会很多 像我们家爸爸自从换到这边上班后 每天都还能回家吃晚餐呢 最近安南区有不少道路在修整与拓宽 等完工的那天 回家的路一定会更轻松 离中午还有段空档 就去南兴博工照护站看看吧 听说那里是个很适合 长辈联络感情的好地方 下次我想带阿公去那里走走 我们现在政府做这个长照真的做得不错 像我们去年配合这个博工照护站 和乞举的中部的事专 可以实在不同的文化 这也是很好的事情 哇 竟然这么晚了 今天轮到我去路尔社区 当中午的送餐义工 要赶快过去才行 每次把热腾腾的便当交给长辈 看到他们快乐的笑容 就会有满满的好心情 路尔社区执行独居老人送餐 已经迈入了十四年来 那这份工作呢 我会做到把我没法做下去为止 我希望有更多人 能一起来为独居长辈服务 听长辈说 以前看到溪流就会想起下大雨淹大水 耕出糟可劳的记忆 但是现在不仅桥梁 河道 抽水站都陆续进行改建工程 社区内更有热心的防灾制工 守护家园 淹水的情况有相当的改善 现在溪流对我们来说 是美景的代表 只要一放假 我们全家最喜欢沿着 山海郡绿道骑脚踏车 可以将沿途的美景尽收眼底 山海郡国家级绿道 从台江国家公园开始 沿途经过台江文化中心 台湾历史博物馆 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 最后走到玉山国家公园 整条绿道 借由行路慢走 深入认识在地文化生态 而这条绿道及相关便利的设施 也让安南区的居民 方便又开心的生活 能够住在安南区真好 生态 科技 文化 开江城 感谢有你 台南第一